王师傅是嘉兴海宁人 跑网约车已经有三四年了 前段时间他收到了一份违规通知书 原因是诱导乘客线下交易 扣除信用违约金155.43元 通知书上问题发生时间是2月29号 当天王师傅一共接了5单 除了正常支付完成的订单 其中一单显示无则已关闭 另一单显示无则乘客取消 我都跟乘客都没说什么话 基本上他们上车 我就跟他们对一下尾号多少 尾号多少对了我就走了 基本上不会聊天的 王师傅进行了申诉 结果显示维持原处理措施 一天的话也就跑个两三百一天 好一点的话跑个三百多 四百左右 因为这相当于大白铁的工资了155元 对吧 我管也很憋气 从来没有碰到过 我而且作为老司机 客服打过去他们就一句话 你自己手机上申诉 申诉未通过我们也没办法 我没有卸下交易 哪一笔订单 记者注意到当晚6点09的单子显示乘客取消 而王师傅接的下一个单子是8点57分 这个空档里王师傅在做什么呢 他说自己去洗了个澡 不过没有给记者提供消费记录 记者给滴滴客服留下了联系方式 后来滴滴方面发来回复 是从海宁到绍兴的一笔订单 预估金额是155.43元 王师傅到达订单起点后 乘客取消订单 结合行程轨迹和平台与乘客沟通的情况 司机诱导乘客线下交易属实 乘客表示应司机要求 线下支付200元并取消订单 经核实 王师傅并非首次诱导乘客线下交易 平台之前曾发现并警告过他 本人就没有说哪里来的钱 哪里认识他 我都不认识他 都没电话什么的谁知道 那当天到底是什么情况 当天我就到那边 到了那边 我就等了几分钟 他们没过来 取消了我就走了 那你车上有没有 比如行车记录仪或者监控什么之类的 没有 我这个车不装这种 我从来不装这种 说之前也有过 让乘客线下交易的情况 然后被发现过 然后平台警告过你 有没有这个事情 没有 我电机上我从来没有这种 都是手机上直接收钱的 我反正死不成了呢 他们愿意不给就不给我 无所谓的155块 我就质论搞没好了 记者也问平台 是否可以提供乘客联系方式核实 平台说 要先咨询乘客意见 播出前说是还没有联系上 188黄剑记者 嘉兴报道 芮